大大小小管線運送溫泉水 泉水汇流成小溪流 陽明山中山樓出入口處就能看到 泉水送到哪 除了附近部分住戶 以及前山公園以外 还有部分旅館 水量比较少 少多少这样子 少很多大概有少一半 少一半 你们这样子生意还OK吗 目前这样子 人反应 对啊 了解一下吧 我们的人有去看 就是说水量 来 就是来这边 来到我们这边的水量 变少很多 实际询问国际大旅馆人员 也坦原温泉水量少一半 生意大受影响 已经派人厘清管线 是否送水正常 也怀疑可能有人破坏 来到中山楼门口 你可以看到门禁相当森严 而且旁边呢 这边就是警卫室 其实警卫呢 针对出入人员 都会严加把关 如果有人呢 要闯进去水源区 破坏管线 或者是堵住管线的话 其实都相当困难 水量少了不少 但一般民众难以出入中山楼 一旁山路要进到水源区 困难度也比较高 另外靠近山底的 雀客藏居 温泉旅店也共用中山楼水源 也提到最近有警方正在调查 是否有人蓄意破坏管线 只是究竟是人为还是天气因素所造成 目前还需要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 三级新闻江博 下方明